今天要讲的故事叫 养育之恩要报答 说呀 养子出去打工不回 却每月都寄钱回来 养父去探望 见面却哭红了眼睛 这个故事说的是 北林有个叫冯家屯的村子 这里的人几乎都姓冯 只有少数几乎是别姓 冯老蔡就是冯家屯的一户 老头有两个儿子 老大叫冯大海 老二叫冯二江 老二因为小时候有病 高烧烧坏了脑子 所以也有些迟钝 腿脚也不怎么好使 因为冯大海的母亲去世的早 家里就靠冯老蔡一个人养两个孩子 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 也因为没钱 老大始终没订上婚 这年老头病倒 知道命不就已 就拉着大儿子冯大海的手说 你要好好照顾你弟弟 二江不要抛弃他 冯大海点头答应了父亲 而冯二江在一边泪流满面 实际上冯二江一点都不少 他什么都明白 自己成了雷震 之后也会给哥哥带来了麻烦 但是他很无奈 就这样父亲走了 兄弟俩相依为命 这年冯大海已经三十了 父亲在的时候都没说上媳妇 这回更难了 可没有想到在三十一岁这年 他冻婚了 邻村有个离过婚的女子 看上了冯大海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和他结婚可以 必须让他和冯二江分家令住 也就是说 不要冯二江 这样冯大海很为难 弟弟冯二江知道情况之后 主动来找哥哥说 自己愿意出来单独住 自己能做饭 饿不着 只要哥哥不时的来看看自己就行 不能让自己耽误了哥哥的婚姻 哥哥含泪的点头答应了 就这样 哥哥结婚了 二江也被赶了出来 在一个废弃低矮的草房里住了下来 刚结婚的时候还好 哥哥不时的来看弟弟这里 缺啥少啥没有 然后就买过来 可自从嫂子有了孩子之后 就不常来了 冯二江为了生活 自己养了两只山羊 每天出去放羊 这天冯二江去放羊 突然听到桥下有哭声 下桥一看 一个纸壳箱子里装着一个小孩 孩子的哭声强亮 因为天黑了 不远处又有野狗在游异 冯二江就把小孩抱回了家里 回家一看是个残疾孩子 一只脚长到后面去了 这孩子就是这个原因 好像被抛弃了 冯大海知道后 就让二江把孩子送走 可因为孩子有残疾 送给谁谁也不要 冯大海就决定 把这孩子送到大桥下去 可被冯二江给拦住了 他说我来养吧 我这样已经不可能再成家了 这样我就有了儿子 大海看弟弟坚持 也就同意了 别说冯二江伺候小孩 还真有一套 他给小孩起名叫冯在桥 意思相当明了了 就是在桥下捡的 在小桥两岁的时候 冯二江带着小桥 来县里医院做了矫正手术 别说经过矫正后 小桥的脚和常人一样 有了小桥 桥桥桑的屋里就有了欢声教育 很快小桥就能打架有了 又过几年小桥上学了 但是小桥很淘气 总爱很干扎 每次都是桥桥给呸姆式 也正因为淘气 学习也不好 初中毕业 高中就没考上 为了能让小乔 有个生存的技能 冯二江就求人 让他跟着红白喜事的班子 学吹唆呐 可没吹上一个月 小乔就不干 说吹唆呐呀 累腮帮子 腮帮子疼 于是他就在家里待着 这天呢 他突然问冯二江 说爸 我是捡来的 对吗 我的脚之前是背到后面的 是后来脚扔过来的 是不是 冯二江问是谁跟你说的 小乔说是大娘说的 二江无奈地摇头 这个大娘啊 一直都很坏 见到小乔知道了 冯二江就把捡来的经过 说来了一遍 最后 小乔对冯二江深深地拘留一宫 说 爸爸 谢谢你受养了我 我会记住你的养育之恩 冯二江呢 把小乔搂在了怀里 眼睛湿了 从这之后啊 小乔懂事多了 有活呢 会主动去干 而且呢 特别听话 经常和冯二江啊 一起聊天 知道啊 爸爸养大自己不容易 这天呢 小乔就说 爸 我想出去打工去 要不 我在家里也是呆的 我想啊 出去挣点钱 冯二江啊 想了一下 点头啊 同意了 冯二江想 不是别的 要是在家里啊 可能连媳妇都娶不上 出去之后啊 或许啊 能混个媳妇回来 所以啊 就同意小乔 出去打工的要求了 就这样 小乔出去了 两个月后啊 小乔就给二江啊 往家寄钱了 而且啊 还给冯二江 买了一部手机 说呢 以后方便寄钱 或者是通电话用 小乔说 他已经啊 找到了一个 很不错的工作 在一家公司上班 只是啊 工资少了点 不过啊 之后会涨的 一个月呢 只有两千块钱 每个月啊 他给冯二江 汇一千块钱 果真 之后的每个月 小乔啊 都会有 一千块钱 回来 越越如此 这天年底啊 小乔本来是 回家过年 可小乔说呀 工作忙 村姐支班 说村姐还给 双倍工资 第二年呢 又没有回来 可每个月啊 都往家里汇钱 但呢 钱已经 逐年减少了 有时候啊 五百 有时候两百 有时候 汇一百 凤二江啊 非常想念小乔 于是啊 就在没通知的 情况下 来到了县里 并找到了 小乔说的公司 一问 公司说呀 从来没有 这么一个人 凤二江啊 当时就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公司里出来啊 他就给小乔打电话 可打了半天 没有人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凤二江啊 在街上寻找 并不时地 打手机 突然呢 他看到那边 有人接电话 而这样啊 凤二江更懵了 因为啊 他看见 前边不远的 一个乞丐 在接电话 跟自己说话 凤二江大喊 小乔 我来县里了 你是不是 在不远处啊 小乔抬头 凤二江啊 也确定了 眼前的乞丐 就是小乔 急忙啊 跑了过去 眼前的乞丐 果真是小乔 他啊 窃窃地叫道 爸爸 凤二江也叫 小乔 两个人呢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凤二江啊 看到眼前的小乔 一扇拦络 还瘸了腿 就问 你怎么了 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小乔平静了一番后说 原来啊 是在公司上班了 可自己啊 被车撞了 腿呢 被撞断了 为了啊 不给养父添麻烦 就没有啊 给他打电话 虽然呢 经过治疗 可还是留下了残疾 有了残疾之后啊 找工作 就不好找 于是啊 他开始失慌 但就这样 他也是 越越给养父寄钱 一是啊 他不让他们 为自己担心 二呢 是他要报答 养父的养育之恩 小乔 很惭愧的样子说 爸爸 我本想啊 好好报答你们 可是 我这个样子 我这个样子 风儿将啊 抚摸着小乔的头说 孩子 爸爸不需要你抱的 只要你好就成 走 咱们上医院去 看看你的腿 还能不能治 负责二人呢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